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最近 ChatGPT跟AI这两大话题 真的是非常多人开始讲 不管是各个新闻报道 包括YouTube上面很多博主 人人都在讲 ChatGPT 都说是下一个几年 是一个AI的趋势就要来了 现在的话我也觉得 没错 AI真的是后几年的这样一个大趋势 AI和Web3又有什么样的结合 今天的话 我好好研究了一下 用AI怎么样去做 自己想要生成的NFT 之前的话 如果我们要出一个NFT 我们还要再找一些什么设计师 找艺术家等等 现在你用AI就直接可以帮你 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用AI的生成方式 变成你的NFT 如果你对今天节目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不要错过今天所有内容 不然不得说 Let's go Hi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东西都不可能任何投资建议 都是我个人分享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用OpenAI 制作我们自己想要的NFT 给大家首先看一下 这个就是叫OpenAI OpenAI的话 它其实就是ChatGPT的公司 我们把它往这个网站 它的主页往下拉了一点 这边能看到ChatGPT 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他们一些项目 这边的话 这有一个Deal E2 我大家点一下进去看 发现了这就是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AI 帮我们去生成图片这样一个功能 接下来你进来的Deal E2了以后 注册一下 你可以用谷歌 你的谷歌账号就可以直接进来 进来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在这边打一些你想要的话 底下就能帮你生成一些 图片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upload你的图片 去生成一些其他的图片 其实都可以的 比如说这边我先随便说一个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Cyberpunk的 比如说在东京的一个Cyberpunk的 这样一个风格的话 比如说我给我打个Cyberpunk Tokyo 然后让它自动帮我去生成一些AI的图片 这些图片的话 其实都是AI生成的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版权的问题 OK大家能看到 这就是我打这个Cyberpunk Tokyo 大家就能看到这些就是 它AI生成出来的图片了 比较这种Cyberpunk的这种 日本的这种街道的风格 对吧 像这种 其实都蛮厉害的 我个人感觉 然后这边会有variation 你可以点它variation以后 你可以用 比如说你喜欢这幅画 你可以根据这幅画以后 要找相似的其他的一些图片生成 它在现在帮你生成 OK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original 然后它会在这个上面 你喜欢上面 又做其他一些小小的一些改动 OK你到底是喜欢哪一个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你自己都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对吧 真的是非常厉害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话 有一个surpriseme在这里 我们比如说点一下surpriseme 然后它会给我们一看 它自己会出来一些话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变成 让它自己去search 然后它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例子 example 就是说你会你自己可以像这些东西 这些话一样去描述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它就会说一些digital 你看它自动就能帮你生出来这些东西 对吧 这就是你问它 你真的是你要什么 它就能帮你生成什么东西 这个AI真的是非常厉害 你只要描述的够详细 它就能帮你生成你差不多想要的一些东西 在这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个upload upload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可以上传一些你想要的图片 然后你可以找用AI帮你生成一些类似的这种二创的这样一些图片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现在找个图片 我刚才下了一个金猴图片 对吧 我想要这张图片 然后我可以就是说我就要这样子 然后他会现在根据这张我给他提供的金猴图片 去帮我用AI的方式去做一些二创 你也可以告诉他指令 就是说你想要做出来哪一些风格 你看这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这个东西 二创出来的一些猴子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里面我说实话我感觉他二创东西都是比较丑的 这个我看不下去实在 但是你可以用比如说其他的方式诱导他 比如说再用一些文字的方式去告诉他你想要的东西 这里面的话比如说surprise me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蛮好用的 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人想做一些艺术也好 或者是你想生成一些图片也好 或者是你想做一些网站的时候配搭配一些文案也好 因为很多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图片其实都是有版权问题的 AI这种生成的图片应该是没有版权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尽管放心的去用 然后你只要输对描述你想要的一样东西 AI就会自动帮你去生成 其实刚才软件在DEOE里面 他还有很多自己可以安排画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其实对最近我们非常NFT也非常火的OpenEdition 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其实这些东西我看来其实很多OpenEdition的东西 其实也就是这些东西对吧 我觉得我明天其实我也可以发一个OpenEdition 我自己创作的把赞点烂的NFT 我觉得用OpenAI完全我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买OpenEdition OpenEdition这边的话跟大家买一关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OpenEdition的时候的话 在下面点烂下一期我们就讲OpenEdition 最近非常火的OpenEdition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 总而言之的话其实这样AI用这种方法去生成这种图片的形式 我觉得在未来 我其实不管是在NFT界之内也好 或者是你在外面在NFTwebsite之外用这种文字的形式描述 然后帮你用AI的方式帮你生成图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创业机会 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联的 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工具 利用这个工具去做 你做一个APP也好 你去做一个其他的一些服务类项目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说 OK我可以帮你帮别人去做一些生图 你只要告诉我你要什么 对吧 之前你还是你需要一些绘画工具 你会需要一些比如说PS工具 Lightroom的工具 你现在的话你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别人告诉你是什么 你直接两分钟就给他能处一个图 他不喜欢你再对吧 给他好多种选项 你看随意他选对吧 各种variation的相似类型的图都能出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你可以利用它 不管是在做website和NFT方面 其他的方面其实你都可以用这AI 现在做很多很多事 这样都可以用它去创业的 所以在今天这一期节目 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其实世界变化的很快 NFT到现在其实也是从2021年才开始火爆起来的 对吧 到现在开始其实也不到两年的时间 很多一批人已经报复了 下一波报复的是不是用AI的这些人 利用AI能报复起来的一批人 对吧 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在变 只要你用心的去发现 用心的去持续的关心市场的动态 而且执行力要够看到什么项目 你觉得不错的话 有发展潜能的话 执行力一定要去做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永远都是 这个机会都是留给有心人的 所以不要想着之前错过了很多东西 我错过这个错过那个错过了13年的比特币 错过了17年的以太坊 错过了20年的DeFi 错过了21年的NFT 之后很多东西都在后面 所以我也是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道理 其实错过了不要紧 你只要是一直在这个圈子里用心去发现 机会都会来到你的身边的 你只需要抓住就可以了 我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我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的话 你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了好吗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频道朋友 一定要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任何发片和直播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想知道了解更多关于OpenEdition 最近很火的这些项目的话 在下面一定要点个赞 赞越多的话 我会如期更多资料 好好给大家讲一期OpenEdition 在下期节目 我们拍摄不多说 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